四日,鸭鸭将信和六十多斤香油 嘱托给赵大夫送给京城的贺小川 然后提着剩下的三斤香油来到周掌柜店里 看见鸭鸭手里的坛子,周掌柜是欣喜若狂 丫头,等你这香油,我可是等了好几天 不过你这产量太少了 你真不打算告诉周叔叔 这东西是从哪来的吗 放心不会让你白说的 周掌柜依旧不死心地在套话 不过鸭鸭可不傻 周掌柜,这开酒楼的总得有个招牌菜 菜方子都是秘密,那我们这个也是秘密呀 周掌柜不会不理解吧 哈哈,你还真是个人惊讶,以后不提此事了 从福满楼回到铺子,门外就站这几位不速之客 领头的正是陈夫人 这里谁是掌柜的,赶紧给我滚出来 我就是,你是什么人,张嘴就骂人 我告诉你们,那棵来箱就是我家开的 你们一个小小的面馆铺子就敢跟我们争高低 还在这里欺负了我儿子,这事我跟你们没完 原来是陈夫人,我当时谁这么大的口气 不知道的,还以为御膳房是你们家开的 这话说的陈夫人顿时不敢接了 谁接谁掉脑袋啊 别耍嘴皮子,我告诉你们 今天必须得让那个贱丫头跪下来给我儿子道歉 若是我儿子不可原谅,那就一直跪着 陈夫人一想到县太爷亲自派人暗中护着那小丫头 心里就堵得慌 张嘴闭嘴就是见丫头 你不也是从小见丫头长大的吗 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 你儿子张嘴就要用五十两银子买下我 给你家做下人 那我现在出一百两买你儿子,你愿意吗 还有你家的下人飞扬跋扈的 说什么,这里就是你们最大 我们这种小面馆铺子跟你们比不了 克莱香在大能大的果府满楼吗 你是不是觉得你儿子在这里吃了亏 你就要把这个面子找回去 不如这样吧,我们把县太爷请过来 看看到底是谁吃了亏 陈夫人没想到他们会拿县太爷吓唬他 其实他就是趁着县太爷不在才敢来闹事的 就算是县太爷在这又如何 县太爷跟我们家那可是远房亲戚 是吗,我怎么不知道 我跟你有什么远房的亲戚 扒杆子打不着的,也算是远房亲戚吗 县太爷冰冷的声音传来 陈夫人的脸色瞬间惨怀 陈,陈大人 您怎么会在这里,您不是去 哼,本官去哪里 还需要跟你禀报吗 陈大人好 你这小丫头怎么也不长点肉呢 说说吧,怎么被欺负了 压压见陈大人替自己说话 便得意的把事实陈述了一遍 你这做爹的也真是的 出了这么大的事,怎么不去找我 若不是我消息灵通 始终派人暗中护着这里 还不知道你们都被欺负成这样了 贺安明没有想到 陈大人竟然会派人暗中看着这里 陈大人,这些小事不好意思麻烦您 更何况我们也没觉得哪里受欺负 当时那下人和陈家少爷都是被我们赶出去的 辞职再做也就过分了 都打上门了,还不过分 五十两银子想买走一个大货人 这是做梦呢 小小年纪就这般无礼 假以时日,岂不是要做监犯科了 这话显然是说给陈夫人听 不过陈夫人知道 自古以来明不与官道 这会儿可是连头都不敢开了 此事就此罢休 否则的话本官绝不饶你 今天晚上本官就到你家里去 与那陈金贵说一说 这可来乡他若是不想开了 不知道有多少人等着接这个手 还在这站着干什么 要不跟本官到县衙去 不,不,大人我们这就走 多谢大人暗中保护 也谢谢大人今日相救 本官也是受人之托 终人之使 贺小公子临走之前 刻意来过一趟 嘱咐我一定要好好保护你们 原来是小川哥哥 转眼间一个月时间过去了 鸭鸭也收到贺小川的来信 鸭鸭 这只信鸭比之前那个好看 是小川哥来信了吗 嗯,小川哥哥说想我们了 不过今年过年肯定是回不来了 还给了我一百两银子 说不能让我那些香油白送给他 还有一百两银子是给家里买年货的 他说送的年货都在路上呢 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到 这孩子啥时候能不跟家里这么客气 小川想帮咱们一把呢 你可别忘了 咱们把那些银子都给他放在衣服里带走了 奶奶我们也回典礼吧 咱们之前在家里晒着的蘑菇拿点 再烤上几只鸡 对了娘 咱们地窖里是不是还有一个苹果 一个桃子 这桃子和苹果之前的时候 哥哥没赶上也没见过 我想都给哥哥送去 行,那果树还是你跟小川一起种的 这水果家里人可是都尝过了 虽然没有多少 但是还是留了一个 本打算过年的时候吃到 那正好拿去让你哥哥也尝尝 这黄苹果又软又甜 用勺子刮着就都成了碎末 连孩子都能吃 你说这苹果要是卖到京城的多少银子啊 鸭鸭 你说咱们能不能卖到京城去 婶子这果树结果少 只够我们自己吃的 街上的红苹果都卖多少钱了 咱们这么大个的黄苹果 要是拿到镇上去卖都不一定有人买得起 贺家的人向来讲究 有来有往 不管跟什么人都是一样 也许人家给的比较贵重 可是他们给的也是自己家里所能拿出来的最好的了 半个月后 当皇上和皇后娘娘 把鸭鸭送来的桃子和苹果 打在手中 两人看着这黄灯灯的苹果 也傻了眼 不知道是什么滋味呢 父皇母后 我早就说过了 贺家的人是真的不错 就算是我给了他们东西 他们也绝不会让咱们吃亏 上次的虾油你们也品尝过 你们看 这个鸡是用蜂蜜烤的 另外这半只是用鸭鸭砖做出来的料烤的 我也不知道里面有什么 一会儿叫人拿炭火慢慢烤了去 皇上和皇后娘娘两人 早就已经对鸭鸭十分好奇了 若不是儿子一再要求 他们早就已经将鸭鸭接过来了 可是贺小川 非得让鸭鸭平平淡淡长大 这孩子倒是什么都会 虽然身世倾苦了些 倒也真是个善良的 哼 等你们到时候见了那丫头 恕不定连我这个做儿子的也不清了呢 我们倒是一直想去见见 不是你不肯给机会吗 说什么让你妹妹有危险 难道朕还保护不好她吗 皇帝老头对自己这儿子 也是有些不满意的 他有一次撞见过贺小川画了鸭鸭的画像 只扫了一眼 就知道画的肯定是之前那个小丫头 灵动又可爱 让人看着就心生欢喜 你能护得了她一时 你还能护她一辈子吗 那郑佑你是干什么吃的 贺小川不想透露太多妹妹的事 无奈地抬头仰望着星空 丫头 真不知道这几年要怎么活下去 哥哥还在等你长大呀 你可要记得我们之间的约定 你要早一点来找我 不要再让我等太久 一转眼 三年匆匆过去 鸭鸭没再折腾出什么来 因为贺小川有嘱咐 不要再折腾出什么惊人的东西 而且香油也不许再做了 值得一说的是 几个孩子都已经考中了秀才 并且成绩很不错 太好了 娘 小川哥信上说要过来看我们了 来了好 来了好 这孩子一走就是三年没回家看看了 奶奶 哥哥说他已经在来的路上了 而且给我们带来了很多好东西 还告诉我 有些事情可以赶紧去做了 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鸭鸭 这次你哥哥回来应该是带人回来的吧 咱们要不要把那几间客房都收拾了 不用 收拾两间客房就行 哥哥说了只带了青山叔叔 算算日子这两天应该就快到了 这三年来贺小川一直都跟他们通行 却从来不曾回来过 他们原以为这辈子就算是见不着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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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